诬告麦秋实的检举信 是你写的吗 对 是我给你出的主意 可是我为什么给你出主意 你心里应该很清楚 对不对 现在检举信也写了 人也坐进大牢了 眼看就要大功告成了 你跟我说你瞎不去手 欧达明我告诉你 看麦秋实走出来的那一天 就是你欧达明灾难的开始 你心里应该很明白 走到今天这一步 你愿意也好 不愿意也好 你都无路可走 说得难听一点 这就是你一个叛徒的悲哀 坐好 要不坐好 你自己考虑清楚 我不逼你 免得你说我挖苦你 我挖苦你 但是我还有一句话 是可杀不可辱 你说得没错 要是早几年 你跟我说这样的话 我一定会像尊重敌人 麦秋实一样尊重你 可是今天 晚了 这次长星大寨遭受敌人的突袭 完全就是卖九尸通敌叛天的铁证 而且是让他这么长时间 这个麦秋实什么都不重 一点悔改的意思都没有 实在是太顽固了 是啊 看来他是铁了心要叛变啊 如果再这么下去 再不采取果断的措施 真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而且随时都可能对整个中央江头县 造成更大的破坏 对革命造成更大的损失啊 好吧 你把这些情况都整理一下 我马上向特伟做紧急汇报 好 上次的案子早漏了空手 上面的压力很大 还是要上报 你什么意思 太好的费用 我们都按时打给了你 就那么点钱 你们打付要翻的呢 那你 还要什么 我倒是对你们公司的股份感兴趣 但是别用那些 不赚钱的小商店打付 我已经派人调查过了 你们一些 效益好赚钱多的大公司和大商店 我都感兴趣 还是那句话 你们看着吧 很抱歉 这事儿 我说了不算 我岳父说了也不算 只有所有股东 都同意才行 这跟我有关系吗 这跟我有关系吗 好了 你们回去 好好商量商量 我等你的回话 欺人太深了 不给了 我们一个走都不给了 可是现在我没跟他闹饭的话 不禁前面的搭店打了水漂 而且 他马上会置我们于死地的 那就跟他们拼个鱼死网破 这么大的家业 败在这么一个流氓手里 不值得 还怎么办 难道就让他觉得我们软弱可欺 失定了我们 我看 我们还是退一遍吧 要是不退的话 他只要把案子一上报 我们马上就得死 我们马上就得死 爸 退也得死 不退也得死 只不过一个死得慢点 一个死得快点罢了 恐怕没那么简单 这不是麦秋实的档案吗 怎么放在这儿 这大堆东西可都是要销毁的 怎么 特委领导已经批准 对麦秋实执行死刑 了 坐下 哪边 不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白秋实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难道这就是我生命的最好时刻吗 那我想说 我太不甘了 也太不舍了 我可以死 可让我顶着叛徒和通敌的罪名 被自己的导致欺辱我不甘 我不服我死不明不 我杀不下了 是我的爱人 到今天 我都没能给他一个命 这是我此生最大遗憾 孟宋 你要好好的 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勇敢坚定的革命者 好好 好 高祸半生 最骄傲 最光彩的岁月 是参加共产党 投身为穷苦人民求解放的革命事业中 回首往事 我 无怨 无悔 无论是陷害 无论是陷害 危惧 艰难 还是死亡 无论什么 都改变不了 我的心 都改变不了 我对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忠诚 来 我最后 我最后 有一个请求 用大刀 而不是子弹来执行 希望你们把每一个子弹结上下来 以后 替我 多杀几个敌人 爱得多 请 易契 不能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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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不能杀这个人 我觉得他是不会叛变投敌的 你觉得 你凭什么这么说 我在法国的时候 我在法国的时候我就听过 他朗诵共产党宣言 当时他被法国警察给带走了 他走过我们宿舍门口的时候 他就用法语 他大声地朗诵着这样的句子 一个幽灵 共产主义的幽灵 在欧洲大陆上徘徊 然后就走过了那条 摆满鲜花的长廊 他当时是从容不迫 青春洋溢的 我当时觉得 这就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哪 那又怎样 不但是我 在法国有一批这样的学生 有很多都听从了他 开始信仰共产主义 受他的影响 可以说他是我们 革命道路的启蒙者呀 那是过去 那是过去 但是现在 人总会变呢 刚开始的时候 我也不敢断定 他是不是已经变了 但是随着这段时间的调查 我越来越相信我自己的判断 一个同志 宁肯舍弃自己的生命 也不愿意去违背自己的组织和纪律 去公开自己从事的秘密工作 你说他怎么可能背叛自己的理想 投靠敌人呢 这是特为的缺点 你可我都知道 麦秋实同志是受中央交通局的直接领导 而且老谢已经为这个事情去到江西了 我认为应该等他回来 听从中央的处理意见吧 怎么 你的意思是说 特别的决定是错误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 你觉得麦秋实不会叛变童敌 你认为应该等老谢回来 对 你把自己当什么人了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 但是作为一名保卫干部 应该忠于自己的职责 作为一名保卫干部 就应该无条件地服从上级的指示 让开 但是更应该服从真理 看来你真是铁了心 要违抗特委的命令 你考虑过后果吧 我没有想那么多 但是看看麦秋实同志 我就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了 无论要面对什么 委屈 劫难 甚至是死亡 我都不能够做 昧良心的事 你说谁没了解啊 好啊 你今天终于报了我 你已经完全被麦秋实给毒害了 告诉他 虽然我们是同事 但我 同样要忠于自己的职责 我会马上想特会回报 下一步 就要好好整肃你这种思想 那不拉开 执行命令 你干什么 你没干什么 你没干什么 我告诉你 你这是在犯罪你知道吗 你不能这么做 你不能这么做 你在挫杀活谱你知不知道 你在犯罪你不能这么做 你知道吗 你放在哪儿 别别别 住手 老夕 送给他 好险哪 差点晚了一步 我这次去瑞金 见到了周恩来同志 他亲自指示中央江东局的领导 在不违反工作纪律的前提下 提供麦秋实的资料 前提委员会决定 对麦秋实的案件 进行重新审理 送网 秋实 老师 八字 光芙 解开 同志 谢谢 我说过 我只是在中英明包围干部的职责 其实要感谢的认识你 如果没有你 我可能不会走上革命的道路 麦秋师同志 今天能够帮到你 我心安了 是 都怪欧达明那个王八蛋 害得我们这次行动功亏于亏 实在是太可惜了 是啊 我曾经夸赞你对地行动 思路严谨 心思缜迷 我确实无法想象 你们这次行动 出现这么多的疏漏 你真的应该 好好地反思反思 将来不能再重蹈覆辙了 是 学生以后 不会再让老师失望了 不过 我们这次也有一些收获 什么收获 我们在调查长新战时 意外地挖出了 给江西匪区提供物资的 一个大供应商 谁 欧阳启泰 欧阳启泰 这种生意 实在是精明过了头啊 什么钱都敢挣 我看 他这次要彻底再了 那 院长 这个欧阳启泰 好像是你的亲戚吧 他 是我的一个表姨父 不过请司令放心 在对党国的忠诚 和个人亲情之间 我知道该怎么选择 我 我没有那种意思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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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 我 好像是他们在乡 牛奶 是 在乱七瓶的资格 你也不应该怎么看 您干吗 百分之仅 我看他还有什么想说的 是 莫菲 你只知道哪钱 我被抓紧了 你认为你能脱得了干系吗 我就是知道自己脱不了干系 所以我才来了 我相信死人 是不会透露任何秘密的 你不要忘了 你怎么会回来 我还在想 你怎么办 我正是否有权 你怎么办 我改变你 你怎么办 我改变你 你怎么办 我改变你 我的意思是 可以先审潘卓楠 畢竟他年轻 月底浅 性格又比较绵软 稍微给点压力 就可能受不了 可以把他作为突破的重点 潘卓楠就不用舍了 为什么 我已经把他给崩了 什么 什么时候的事 昨天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进了监狱 还态度嚣张 他进了监狱 还态度嚣张 我一时气愤就把他给绑了 可是这个案子还没审呢 审不审都是那么回事 私通共匪 早晚都是私寻 可是你杀人总得 经过审判的程序 和上方的批准吧 远征 我 不用你教我什么程序吧 你怎么总是拿我 当你的下属对待呢 你别忘了 现在你是副参谋长 我是正参谋长 我难道 连枪毙一个私通共匪的 嫌犯的权利都没有吗 今天这个会主要是讨论欧阳齐泰这个案子 喂 四 你的电话 我接个电话 司令 我接个电话 喂 我在开会呢 这个案子我们正在研究 你先回去吧 你守在这儿也没有 远征 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啊 司令 是我的表妹欧阳春晓 她想上来见您和我 楼下的警卫不让她上来 正在下面闹着呢 在楼下 对 我 我 就 是 是 我 真是 能不能 怎么回事啊 某些人 嚣詐勒索 踩虎城市的火箭症 所以他被咛了口 但是你們堵不住 所有人的罪 今天我就拿著證據 站在這兒 要本是你們 被我揭曉了 你都瘋了 男人 把他給我拖走 等等 去 把他帶上來 把他帶上去 讓開 徐司令要接你 把你想說的 都收給他聽 我一定不會讓 安德蘭白死的 走 一毛的麥 先生 想測個字啊 怎麼測啊 您怎麼測都行啊 您可以 隨便寫個字吧 我來幫您解 也可以 也可以呢 我給您一個字本 您隨便翻 翻到哪個是哪個 甭管是寫還是翻 都是您命中注定 先生 您是寫還是翻哪 給我個字本啊 就這個字 就這個字 我 猴字啊 怎麼了 字是個好字啊 您看啊 公猴博子男 這猴拍第二啊 要是往上進一步 那就是攻 封王封攻 可了不得 就是退一步 博 那也是貴族之邁呀 好字 不过就是呢 甭管好壞 說說無妨 您看啊 這個猴字啊 左邊是個單立人 這就是説 有人暗中窥市 您可全然不知 這右邊呢 枝子下邊是個獅子 那獅是什麼呀 有地放誓 那是尖啊 那獅是什麼呀 那是尖啊 那尖又是什麼 那可是凶器 您先生成天坐在這個 兇器之上 豈不非在閃乎 房子姐 您要是想聽好聽的呢 我就跟您說 這猴字啊好啊 排第二位啊 只要您不顧不自封 白痴肝頭 必能更進行 行行行 你甭說這些好聽的 你跟我說難聽的 難聽的我就不說了吧 讓你說你就說呀 您看 您都已經是富貴之下 您好好享受您的 榮華富貴不就行呢 你這個人 怎麼那麼多廢話 趕快跟我說 師父 好好好 我跟您說 說到底就一句話 案件上人 您必有仇家 怎麼見 天機玄廟 全在自解 我告訴你 歐達明我告訴你 那麥球師走出來的那一天 就是你歐達明災難的開始 走到今天這一步 你願意也好 不願意也好 你都無路可走 說得難聽一點 這就是你一個叛徒的悲哀 歐達明同志 以後呢 你還是負責 擅頭大戰那邊的工作 特衛保衛局這邊的事情啊 那你就不要參與了 好 是 是 不過回去以後 還是留點心眼啊 一些沒有根據 胡亂猜測的事情 就不來萬犯你了 這次 調查邁邱氏同志的事情 就是一個教訓 當然了 對於我們特衛們來說 也是一次教訓 需要認真的記取和反思啊 好 哎呀 把這碗子打過來 回来了 他们回来了 秋实回来了 秋实回来了 快快快快 真的秋实回来了 秋实回来了 秋实回来了 秋实 同志们秋实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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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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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好吗 没事了 你的伤怎么样 我也没事了 没事就好了 秋实 莫苏 过来坐 来 坐过来坐 坐下 坐下 来来来 坐下 坐下 来来来 坐下 坐下 来来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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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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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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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 让秋实给我们说几句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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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次跟同志们见面 很激动 你们用自己 隐隐地奋斗 粉碎了敌人 围艰长行战的阴谋 当然你们自己 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很多同志都牺牲了 黄启同志也牺牲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 不管我们遇到了多大的困难 不管我们曾经陷入了 多么艰难的困境 今天我们的长行站没有垮 我们的红色交通线没有垮 它仍然在崇山峻岭之间穿梭 为中央革命根据地 源源不断地输送血液和营养 为苏区的军民 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今后我们还会面临更大的困难 蒋介石调动各路大局 对苏维埃共和国进行了新的围交 形势会更加地严峻 经历了这次战斗 我们的长行战遭受了不小的损失 自身也面临着一些调整 但是我相信 通过这次严酷的考验 我们的同志们一定会变得更加地坚确 更加地英勇善战 一定能克服一切困难 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 把长行站建得更好 建立新的功勋 我宣布 经过上级的决定 任命胡新智同志 担任长行站新的站长 不不不 不行不行 我不合适 老胡你就别谦虚了 在长行站的人员当中 你是资格最老的 年龄也是最大的 革命经验是最丰富的 你不合适 那谁合适的 是 但是 在长行站这些同志们面前 我确实年龄最大 资历最老 经验也比别人丰富一些 你不合适 你不合适 但同时 我的脑子也比较慢 腿脚也不灵了 所以说当站长的话 我不是最合适的 还有比我更合适的 谁啊 沈梦苏同志 我 不行不行 这这真 这真的不行 你行 你肯定行 就是 在你蒙寿冤屈 站着黄旗也不在乎 交通站那个时候 确实很艰难 我真没想到 这个平时看上去 挺弱的妹子 她她把站里的工作 挑起来了 老胡 我 你都你都忘了吗 那时候我就只会哭 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她是哭过 而且不止哭过一次 但她每次哭完以后 又出去跑 一家一家地 找老百姓做工作 运输队遭遇袭地的时候 是她第一个冲出去 把敌军引开 很多老百姓 就是冲着她 才又回来 为交通站做事的 在最危险的时候 可以说 是她把长兴站撑了起来 那是大家一起做的 再说了 孟苏不够输人 又无狂 聪明 又头脑 而且热情又淡情 所以 我强烈建议上去领导 重新研究 任命沈孟苏同志 为长兴大战 新战战 大家说 同意不同意啊 我同意 广天各战不能再用了 北湾镇 还有街头户 还有旁边周边的小战 现在遭受了严重的破坏 看来袁长早就盯上我们了 情况确实比我们估计的严重 袁长太狡猾了 不过我感觉 除了北湾 长兴的其他联络站 还是安全的 可以继续使用 只不过 我们要尽快地寻找到一个 更新的更好的地点 然后围绕这个地点 再去安排其他的中站 小站 你笑什么 莫苏 你变了 从我这次回来 第一眼看见你 我就觉得你跟从前不一样了 哪儿不一样了 成熟了 干练了 我真的没有想到 我出事了 长兴站出事了 在这个最混乱的时候 你站出来了 你把站里的功都顶起来了 要不是你和同志们 英勇战斗 长兴站真的就保护住了 我没有你说得那么好 就是敢鸭子上架 没让你失望就行 怎么会失望 我为你骄傲还来不及呢 莫苏 我真的没有想到 你这么坚强 这么勇敢 这破袍子勒死我了 小眼 你看阿姨穿这件衣服好不好看 不好看 不好看 你个小坏的 你看都没看一眼就说不好看 为什么不好看 没有妈妈好看 没有妈妈好看 行 我再换一件 肯定比你妈好看 来 小眼 看一下 这件衣服怎么样 你爸爸喜不喜欢 不喜欢 你这个小王八蛋 你是不是成心跟我过不去啊 这个不喜欢 那个不喜欢啊 那你跟我说你爸 到底喜欢什么 爸爸喜欢妈妈 你个小王八蛋 老欧回来了 爸爸 我的儿子 想爸爸了吧 来 爸爸亲一下 好儿子 小妈妈 好啊 没问题啊 爸爸过两天就带你去看妈妈 好不好 好 儿子 儿子 就是知道儿子 人家也等了你一下午了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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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玩去啊 玩一下吧 干什么你 你看看你自己这个样子 你还像个共产党员吗你 我这不是为了让你喜欢吗 我喜欢 你就别恶心我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让你不要把席子放在穿着打扮上 你看看人家梦苏 你再看看你自己这个样子 把自己弄得跟个鬼一样 连老绝带的妓女都不如 陆大灵 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 我等了你一下 我为了让你喜欢 我不停地穿穿着脱 你竟然说我不如梦苏 恶心是吧 好 恶心是吧 我认了 我一切都不要疯了 全认了 让你说我恶心 我会把他救了你谁啊 你知道在行刑的路上 我在想什么吗 什么 不是对死亡的恐惧 奇怪了 越是临近死亡 反而对生死超脱了 但是我最不甘心的是 顶着叛徒和通敌的罪名 是让陷害毁了一生的清白 而无法是冤 在行刑场里面 你知道我最痛苦的是什么吗 是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永远都不能跟你在一起 让我最构心的是 我这辈子欠你的太多 永远没有机会查看 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我才知道 我多么地舍不得你 多么地依恋 多么地爱你